魏无羡,这是良心发现了。 梦瑶,我觉得温若寒可能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。 魏无羡,我的身上有什么很有价值的东西吗? 不会是我的帅气吧? 聂怀桑,我觉得温若寒可能是看重魏兄你身上的才能,想要你归顺他们。 魏无羡,归顺。 归顺是不可能的,你看看现在,谁,能压我一头? 薛阳,就是,我们好好自在不好吗? 非要一个人来压制我们? 梦瑶,是有蹊跷,不如再观察一下。 魏无羡点点头,也好。 齐山温氏,温若寒,可有魏无羡的下落。 温旭,父亲,魏无羡现在在一如既往帮助老百姓, 我们可要主动上前与他攀谈。 温若寒,先不要,魏无羡现在没有前世记忆, 对我们的印象应该是停留在他人介绍。 我们对于他来说很陌生,如果主动上前,必定会引发他的反抗, 到时候得不偿失。 温旭,可是魏无羡是姑姑的孩子啊, 我们是他的家人啊,他不该回来吗? 不想要家人吗? 温潮,是啊,我们和他是一家人, 我们会好好对他的,只要他不找我算账, 我保证好好对他。 他要是找我算账,那我就先留为敬。 温若寒似乎看出来温潮的想法道, 温潮,你与魏无羡之间的,是要好好说清, 否则温潮欲哭无泪道, 是。 父亲,你这不是想让我死吗? 温若寒,我也想找回魏无羡。 可是,现在的我们, 他还不知道我们是他的家人, 而且我觉得现在, 魏无羡应该已经将温情一脉当作家人了, 必以他重情重义。 温旭,那父亲认为应该如何做? 温若寒,先按兵不动, 还有将那些耀武扬威以及前世欺辱过魏无羡的, 格杀勿论。 温旭,是。 温潮也有点不满, 那些人真该死, 居然敢动我齐山温氏的人。 哼,我的弟弟可是你们能动的。 温若寒,你,也去做, 就当作将功赎罪了。 温潮,是,父亲放心。 温若寒眯了眯眼睛, 本就是温氏附属倒戈了, 还敢欺辱我温氏的人, 可真是胆大包天。 隔日,温若寒看着下面跪着的人冷笑道, 姚宗主。 姚宗主,温宗主, 属下不敢。 温宗主,不敢。 我看你倒是敢得很啊。 姚宗主, 温宗主何出此言啊? 温宗主, 上一世你个温氏附属倒是倒戈得十分快呢。 姚宗主, 属下,温宗主, 你倒戈就算了, 嘴皮子倒是挺溜的, 还欺辱你们当时的大功臣啊。 姚宗主, 温宗主说的可是魏无羡。 温宗主, 你说呢? 姚宗主, 宗主你放心, 只要你再收我为温氏附属, 我保证用我的嘴皮子, 让那魏无羡再也无法在世家面前抬起头来。 温宗主, 看来你没什么实力, 倒是嘴皮子溜得很啊。 姚宗主, 温宗主, 我也只有这项技能了。 温宗主, 哦, 是吗? 我听说金光扇是你的主家呀, 怎么? 这就倒戈了。 姚宗主, 我对温宗主可是一片忠心啊。 温旭直接一口水喷了出来道, 呵, 姚宗主还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啊。 温巢看着姚宗主道, 我记得当初你, 似乎在摇旗呐喊踩着我们温室啊, 现在倒是说自己一片忠心, 也不怕喝水塞了牙缝。 温若寒, 你可知魏无羡是何人? 姚宗主, 不就是一个邪魔外道吗? 只要温宗主你开口我绝对让他再也翻不了身, 上辈子啊, 我们可是围剿了他呢。 这次啊, 有温宗主, 绝对事半功倍啊。 温若寒, 哦, 那你可知他是我的亲外生。 姚宗主闻言一阵寒意上涌道, 温宗主, 这话可不能乱说, 就那邪魔外道怎么配做你的外生啊? 温若寒, 邪魔外道。 摇不起, 你口中的邪魔外道可是救了你们世家所有人, 没有他, 你早就死了, 哪里还有资格在这里和我说话? 你忘了吗? 姚宗主, 那是他自愿的, 我们可没有逼他。 温若寒, 哦, 是吗? 那你可否自愿死在我这里啊? 摇不起, 温若寒, 你这是想过河拆桥。 温若寒, 你这话说的, 我和你达成过什么约定吗? 摇不起, 温若寒, 你会有报应的。 温若寒, 放心, 你们这么多垃圾都还活着呢, 我不会轻易死的。 要死也是你们先死。 来人, 拖下去, 凌迟处死。 是, 温若, 这种垃圾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扬言要找表弟的麻烦, 当真是不知死活。 温朝, 这摇不起还真是嘴皮子溜得很啊, 可惜了, 遇上的是我们。 温若寒, 有空在这耍嘴皮子, 还不如多帮你们表弟跟那些仙门百家算算账。 温若, 是, 父亲。 温朝, 放心吧父亲, 保证完成任务。 而背地里, 在听的魏无羡已经背靠着墙, 低着头部雨, 守护灵, 阿英, 让你看到这些。 不仅是想告诉你, 在这个世上你还有亲人, 而是想告诉你, 他们已经开始对你好了。 也许给他们一个机会, 也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, 成为温氏三公子, 与你而言有家的感觉。 魏无羡, 我有家。 守护灵, 可他们终究不是你最亲的亲人, 魏无羡, 姐姐。 上一世, 我是因为温朝才进的乱葬岗, 守护灵, 你已经报仇了, 而且你这是没有记忆不是吗? 魏无羡, 没有记忆不代表没有任何痛, 守护灵, 其实你已经原谅了他们不是吗? 魏无羡低下眼眸, 姐姐, 我, 是不是太心软了? 守护灵, 如果他们不再作恶多端, 那成为你的亲人也是可以的不是吗? 上辈子你痛恨的不就是他们的残暴吗? 如果残暴用对了地方, 那也算行侠仗义不是吗? 魏无羡, 可是, 守护灵, 如果你要求每个人都要善良的话, 那别人残忍对他们, 他们也要温柔以待他人吗? 魏无羡, 这肯定不行。 守护灵, 是啊, 不行, 魏无羡, 姐姐送我回去吧, 我还需要再想想, 守护灵, 好。 魏无羡回到客栈, 直接进了房间, 蓝忘机担心地看着魏无羡, 梦瑶则是看着紧闭的房门沉思, 师兄这是怎么了? 薛扬也疑惑不解, 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, 怎么回来倒是奇奇怪怪的了。 聂怀桑捏着扇子若有所思, 魏无羡在房间内看着桌子发呆, 姐姐说的他何尝不懂, 他现在虽然不知道, 在没有金丹, 还浑身是伤掉下乱葬岗, 是什么感觉, 可从他人那边听来, 自己该是吃了多少苦, 才出的乱葬岗。 这一世我也是去过乱葬岗的, 里面如何凶险, 自己如何不知, 可我终究还是想与自己亲人相认的, 以前以为除了爹娘, 自己也没有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了, 现在突然有了个舅舅, 自己又何尝不兴奋, 却发现这一世的温家残暴不堪, 而表哥则是扔自己入乱葬岗的元凶, 这让他怎么接受? 如何接受? 守护灵看着魏无羡如此也十分内疚, 如果自己没带他去, 是不是一切就会不一样? 蓝旺基在门外敲了敲门道, 魏英, 我可否进来? 魏无羡愣了愣, 蓝湛, 他怎么会过来? 随后整理了一下服饰, 蓝家最注重服装了, 可不能让蓝湛看着不舒服, 守护灵有点诧异, 爱英他是不是对蓝湛有点太伤心了? 魏无羡起身到门前缓缓打开门, 强颜欢笑道, 蓝湛, 你怎么来了? 蓝旺基看着魏英有点红红的眼眶, 很明显就是哭过了, 有点心疼, 轻声道, 你可还好。 魏无羡急忙道, 我怎么会不好呢? 蓝旺基, 你有事可同我说, 我可帮你。 魏无羡, 蓝湛, 你能怎么帮? 蓝旺基, 我会尽我所能帮你, 只要你愿意。 魏无羡看着蓝旺基的眼神逐渐湿润, 最后留下一句, 进来吧。 蓝旺基欣喜地进门后关上门, 魏无羡走到桌子旁边, 拿起准备好的酒道, 蓝湛, 你知道吗? 我母亲居然还有个哥哥, 亲生哥哥。 蓝旺基大惊, 上一世到最后, 魏英都是一个人, 根本没有什么舅舅, 这一世为何会有? 魏无羡笑笑, 很惊讶吧? 我也很惊讶, 你知道吗? 我曾经以为, 这辈子父母亲不在了, 除了他们, 我就是自己一个人了, 在世上不会再有一个 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了, 可现在, 我却发现, 我有舅舅了, 蓝旺基, 找到亲人是好事, 魏无羡戏谑道, 本来是好事的, 但是我发现我的表弟, 是上一世扔我入乱葬岗的罪魁祸首, 突然好想, 也没那么好了, 蓝旺基睁大瞳孔道, 扔你禁乱葬岗的罪魁祸首, 那不就是, 魏无羡, 是啊, 就是他, 你说我该开心, 还是难过啊? 蓝旺基, 魏英, 你的舅舅是温若寒, 虽然疑问却带着肯定, 魏无羡, 是啊, 就是齐山温氏, 宗主温若寒,